当时我们十个人进入决赛 有三个病类第八名 国际体联不承认我这个动作的原因是说 因为我是单臂嘛 然后他说单臂动作对女子的身体发育是不利于的 所以不能算 可是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想 我们就生气着说 难道练体操本身就是 我们练体操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运动 是一个特殊的项目 你拿这些来去规划就没有意义嘛 你就是明显的不承认嘛 就是说后来我也忘了是谁说的 说嗨他承认你了这个动作 那么所有中国人都去学了 学了以后那么高地杠就是你们自己的天下了 抱着希望而去 带着失望回来 这样的打击对刘璇的心理影响很大 而此时国内备战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选拔赛就要开始了 而且我也不能完全歇下来去等他好 因为三个月后就奥运会了 一个运动员能碰几次奥运会 没办法就天天这样坚持练 所以这个伤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没办法 当时的心情啊 根本没有被张到奥运会的感觉 只是说只是在焦虑这个脚 教练下去以后 到了奥运会还能不能比赛 当亚特兰大闭幕式的焰火升起时 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开始回国 获得成功的人 等待他们的是鲜花 而默默走下亚特兰大舞台的刘璇 此时只是希望尽快回到国内 一边养伤 一边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不过这样的想法很快被证明 已经是一种奢望 刘璇的小组被解散 也不再有教练带他训练了 于是压力之下的刘璇 无奈地递交了退役报告 然而就在刘璇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国家队时 湖南省队发出邀请 希望他会湖南队训练 为家乡在1997年全运会上 迎娶奖牌 可是我当时就想了 到底要不要练呢 难道我又练一年 我就退役 又因为又要恢复 反正很多一系列的很多事情 就是如果练回湖南 有那么好的条件 那我不就去享福了吗 一个人在非常享受的过程当中 你肯定干不好事情 所以当时我就跟队里说 如果你们真的非要我练 那请你们能不能跟国家队说 让我留在国家队训练 让我留在国家队训练的唯一的那个就是说 没有教练 他问我想在哪 我说陆善珍指导和刘璇琳指导手上练 经过当时的湖南体委 与国家女子体操队的协商 刘璇重新加入了国家队 由女队主教练杜善珍直接带领训练 首次奥运之旅就煞雨而归 而现在还能够跟队友在国家队的食堂吃饭 这一杯一喜的前后变化 让刘璇的内心充满了温暖 就陆指导和刘指导愿意能够 我要用接纳这个草 比较适合当时的心情 面对以后的训练生涯 看着亚运会市井赛奥运会的标语 已经17岁的刘璇不是很有信心 也没有人试过能不能在这个阶段 还能练出成绩来 所以大伙都称我为那种试验铁呢 多了几分沉默 也多了几分成熟的刘璇 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的训练方式 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适合自己呢 怎样做才可以拥有一个新的赛场形象 这时候刘璇开始思考他的一个对手 也是整个中国女子体操的对手 俄罗斯的霍尔金纳 就像瓦尔德内尔相对于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一样 被称为冰美人的俄罗斯体操运动员 霍尔金纳对于中国体操队员来说 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 既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对手 更是一个我们借鉴欧美体操经验方面的标志性人物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也是霍尔金纳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而且也是出事不利 在女团比赛中她从自己熟悉的高低杠杖掉了下来 但刘璇思考的问题是 霍尔金纳的体操魅力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后来她又在单向决赛中赢得了金牌 她非常懂得利用自己的魅力去获取裁判 或者是观众对她的喜爱 我们中国运动员更多的是强大的是技术 所以在自身的这种感觉上 我觉得就是说展现的艺术没有她多 她的难度呢 其实在我们看来呢 并不是说最拔尖的 可是她有很多动作是别人不难完成的 就是她的是水电的很巧妙的东西 对于霍尔金纳这样的一个对手 刘璇没有排斥 而是理性地把她作为自己的另外一个榜样 考虑到自身的技术特点 在高低杠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下 刘璇渐渐地把训练重点转向了平衡物 也正是这一转变为刘璇带来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后手翻 后手翻 直铁后空翻 站得非常稳 交换腿皮插跳 接羊托跳 他的下法是剑子 团伸后空翻 两周下 好 刘璇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 他的得分是9点8分 排在了第一位 我知道我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并不只是个人的努力 因为他包含了两位教练对我的最细心的教导和最耐心的帮助 我不管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两位教练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在这里我再次感谢我的教练 是96年之后的体操 练习都是还是一样的动作 也是一样的生活 可是我的心里的变化比较多 就是每次能够自己去感受这个动作 或者说这一天我是否是怀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去面对的 从1994年 刘璇和他的队友们夺得日本广岛第十二届亚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冠军 到1998年 这次世界杯总决赛上 刘璇夺得平衡目冠军 碧文静战胜霍尔金纳 夺得高低杠冠军 中国女子体操队的成绩开始进入全面上升的时期 而1998年开始担任女队队长的刘璇 此时已经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 有过亚特兰大奥运会带伤上阵记忆的刘璇 很担心悉尼奥运会前再有什么补测 经常和教练商讨训练的方式 然而就在2000年奥运会前的一次队内测试中 被加小心的刘璇又遇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意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